高雄市为了宣传内门区在地厨师的绝佳手艺 举办疯肉大王PK赛 让大家大饱口福 出赛的前三名也出炉了 除了成功晋级决赛 得奖者还大方分享晋级小技巧 现场超热闹 大锅疯肉淋上独门酱汁 外皮炸的金黄酥脆色香味俱全 香喷喷上桌 参赛者一盘接着一盘 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美食当前但参赛者可没时间慢慢享用 因为这是一场蜂肉大王PK赛 为了几进决赛拿奖金 大家都卯足了 建议在20分钟以内能吃多少是多少 终于在激烈竞争下 前三名终于出炉 比我们一般半桌在的蜂肉 更不油更不腻 所以我才有办法吃得这么顺口 那我可能会带柠檬汁酸解腻 如果有那个米糕的话 我相信就可以干掉第十米 晋级者笑得好开心 分享比赛小配搏 精彩表演串场炒热现场气氛 高雄市政府为了宣传内门区在地厨师的绝佳手艺 举办比赛成功吸引民众前来共襄胜举 来说明介绍欢迎欢迎 据了解这次比赛参赛者通通有奖 能领现金三千元 前三名则是能够获得六千元奖金 当然也希望在四月一号决赛中争夺第一名 解封之后还可以办大卫王的比赛 当然不只是来高雄比赛 还代表高雄可以征战这个全台湾 甚至征战亚洲 虽然出赛名次已经敌定 但究竟最终疯肉大王第一名 奖金五万元 奖落谁家也让人拭目以待 记者陈佩纯 陈寅瑜 高雄采访报道